来看到这是苗栗县泰安乡大安溪上游的一处野溪温泉 去年开始竟然是出现了大批的游客 相公所发现这人潮暴增 今年初在梅巷桥旁立排 禁止进入细水 但却引发了部分游客反弹 而对此相公所表示了 这大安溪水流川急 一旦暴涨恐怕是逃生不及 所以一切都是安全考量 泰安乡大安溪上游 去年起就不少游客闯入泡 野溪温泉 人潮暴增 相公所紧急立排进入 为什么我们在当地设置这个防护的部分 梅巷桥上有250公尺处 它在日局时代本来就有温泉的路头产生 那因为日积月累的部分的话 土石烟埋那路头渐渐的就被埋掉了 那我们在去年度在做清疏的时候 有清疏河床的沙石清走以后 那接近路头的高度 所以三客的部分 他自己用手工具就把路头挖出来了 那狮子在那边泡温泉 立排禁止处就在梅巷桥旁 公所亲疏 让温泉头意外露出 往空前来拍摄 游客好康互相报聚集人潮 但看似平静的溪水 对相公所而言危险重重 梅渊派出所的警方也得常触动劝导 大安西的河床它的特性是说 它虽然该处比较平缓 但是上游的部分的话 它比较陡峭 也就是说它如果说上游下大雨的时候 你下游等发现水流量变大的时候 基本上它要离开河床是离不开的 第一点 第二点的部分 然后水流蛮急的 虽然水位不高 但是你能在行走横跨河床的时候 是站不住的 所以我们基于安全的部分 我们去做这些警示 太安湘好山好水吸引游客 不止大安西派 一般的野溪也不能散入 野溪的部分 有很多的 不管是猎人走的路径或者是寿境 基本上都可以到达河床地 但是基于安全的部分 还是请不熟悉入境的这些外界游客的部分 请勿贸然进入河床区域 亲近大自然安全考量为首要 毕竟能够平安返家 才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